史料中找不到刘备临死前 说若张飞不死 疑云不败 的记载 这句话虽然不确定是否真实 但确实非常有道理 219年 孙权乘关羽与曹操发动相反之战的契机 采取偷袭之策 夺回直接威胁无国腹地的荆州战略要地 并活捉关羽后斩杀 刘备既是战略要地 又是碧榜爱江 盛怒之下 立排赵云 诸葛亮的劝谏 一意孤行 欲驾亲征 结果惨败怡灵之战 被捕小兵 岂有七百里营可以居敌者乎 以时间 对于刘备的贬损之词分之探来 络绎不绝 其训之谋略 又探权之实材 所以既大事也 如果张飞没有被部下将张达和范强所杀 还会有刘备的怡灵之败吗 如果没有刘备的怡灵之败 还会有陆逊击败刘备的丰功伟绩吗 对此 多数人认为 就算张飞参与怡灵之战 也不会改变刘备怡灵之战的败局 那么 如果大家清楚了怡灵之战前刘备的战略布局 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 219年12月 关羽遇害 但是直到221年初 刘备称帝成都后 才决定发兵东吴 为关羽报仇 如果刘备是一个感情用事的人 为何要等到成都一切都稳定后 才决定讨伐东吴 显然 当时的刘备非常的冷静 而且对当时的各方局势 看得非常清楚 毕竟乱世时的优劣局势 都会在算计与实力的图谋下瞬间发生转换 虽说 孙权靠詐谋成功夺取荆州 但荆州毕竟是刘备起家的根据地 而且孙权对其管理时间也并不长 必然存在许多心向刘备的不稳定因素 这便是刘备的机会 也是孙权的危机 所以 刘备命张飞独领一军赶到江州 与自己会师 其实 刘备在做出这一决策前 心中已有了讨伐东吴的全盘计划 那就是复制 此前夺取一州的成功方案 即 刘备亲率一路主力大军 由陆路出兵东吴的峡口 过吴帝破子规战一道 冰封直指吴国之所武昌 并一路由张飞率水军出江州 顺流而下 直接威胁或攻占孙权兴取的荆州之地 最后 两路大军会是吴国之所武昌城下 以期重现当初刘处投降一幕 那么 刘备为何坚信 他的这盘棋局会成功呢 一是刘备坚信孙权这边的将领 没有人是自己的对手 根据仪陵之战的最初表现来看 孙权还真不是刘备的对手 先后丢掉峡口 吴帝 紫规 仪陵道等战略要塞 经得孙权一边向刘备求和 一边急调陆训部支援 一边休书向曹丕称臣 二是刘备坚信张飞能够夺取荆州 春秋方状 威名未助同时 张飞曾有过从荆州出兵江州的经验 若毁荆州 算得上熟门熟路 加之荆州信向刘备的不稳定因素 以及说动武西蛮夹击 刘备坚信陆训不是张飞的对手 张飞夺取荆州的可能性会非常大 三是刘备坚信 出兵突然性的成功机会很高 关于死后 刘备集团的高层 基本上都不赞同出兵罚东 只有刘备一人一意孤行 坚持罚务策略 也就是说 最初孙权也不相信鼠中心定 刚刚称帝的刘备会出兵东武 但是 因张飞的突然遇害 凶手张达和范强 还提着张飞的首级投降孙权 自然也就泄露了刘备的突然出兵意图 这才让孙权有了充足的应战准备 否则 说不定还真能起到出兵的突然性 似是刘备坚信 只要有一路成功 则铺武不难如果 张飞不死 有张飞牵制荆州的陆训部 就算张飞不敌陆训 只要给刘备争取到一定的时间 便不会发生后来的 一陵之战 因为张飞曾有过独领一军 意识严严的壮剧 又是戎马一生 算得上是一员难得的梁将 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击溃的 结果 刘备在东征孙权时 却出现了未能料到的两大艺术 即张飞的突然身亡 善谋略的陆训 从而遭到了人生最大的花铁炉 所以 就算心有不甘的刘备 临终前常叹若张飞不死 隐临不败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 据三国志 华阳志和三国言一记载 刘备并没有如此常叹过 君才是被曹丕 必能安国 终定大事 若四子可辅 辅之 如其不才 君可自取 马素言过其时 不可大用 君其查之 我不是有一个人 以后 作评论